现在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牛大利收获 这批真的不少 牛大利 这一种泥的 是同一颗的 你看这一颗,哇,够大,这一颗很多的 这一颗牛大利很多的 那都是那些沙石 都是这一种 两货来的 不过这一颗呢 他有几个大的 被老鼠咬了 被老鼠咬了 好几个大的咬我眼 这一颗真的 太完美了啊 你看他的年轮 这一种 我去 这个是他的根 这个根 三斤有燃药了 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是土芙苓 啊这个土芙苓呢挖回来放很久都没时间去弄它 这个小的小的被别人拿了 这个也被别人拿了 这个是 那个小果 那种小果 你看那小果 他不大的呢 嗯 小果的 这一种啊 这一种啊 这样 这一条也蛮大的 就是 当做小果的 对吧 这种小果 对吧 这一种 小的 这一种 这个都被别人拿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小的也被拿了 然后 然后 还有这个 这个也被别人拿了 这个也是小的 呃现在呢 剩哪一个 呃 现在剩 123 这一三堆呢 这堆是 那么大的 你看 我分出来了啊 分出来 清楚了 看谁 能把它给盘下来看哪个老板 有这个能力 把它能拿下来的哈 这一个 他的 鼠不一样 对吧 大家看他的鼠不一样 这是另外一棵 你看 他的这个根都不一样 根不一样 他的泥土不一样呢 他 这里也有几个 他的泥土不一样 哎 给他 拍个合照 你们会看那个野生牛大利吗 要是你们不会看那个野生牛大利的 别人给你野生的你也不知道细不细 对吧 这个就是今天的货了 啊 这里有一串 这一串 这一串 这一串其实有很多的我把它剪下来了哈 这一串 本来他有很多的 我把它剪下来了都是一个一个圆的 我把它靠边 把它靠边呀 要不然 混起来 我都撑好了 要不然又要重新撑呢 OK 好了 明天呢 就打包那些发货 现在估计很多人都睡觉了都 差不多一点钟了哈 刚才 我把它分起来就 他的根 把它剪下来然后把他的果都挑出来这样子分出来啊 这样子 弄就弄很久啊 哇我真的越看越喜欢这些 这些果真的 越看就越喜欢 漂亮的果 呀 像我们这一边的这个牛大粒啊 算是很小的啦 有一些地方他的那个牛大粒很大的 这么大 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又很长 挖一棵 挖一棵就几千块钱 嗯那种则是 牛大粒中的 精英 牛大粒王 那种啊 我们这种 本来我们以为我们 这一种已经很大了谁知道 跌的更大 那么大 还有更大的 我去 天啊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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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